大家好我是Roger 這段影片會跟大家講一篇Level 1的Sample 是考評局比的 我們會一起看看2022年的Past Paper 然後看看究竟DXC Level 1的同學作成怎樣 很多人都會覺得Level 1的同學 真的無可救藥 然後真的差到貼地 但反而我自己覺得 其實正正是因為他們錯的東西很basic 錯的東西很基本 要進步起來 其實那個效果是都挺顯著明顯的 究竟Level 1的同學寫的文章有多地獄級 並且一些解救的方法是什麼 這段影片就跟大家一起看看 首先我們會針對看看2022年 這篇英文的Past Paper 這篇其實是一篇信件 話名信件當然要跟格式 但很不幸地Level 1的同學 第一件事做得不夠就是格式的位置 究竟Level 1的同學寫文時 格式有什麼問題 首先第一個位置是關於標點符號的運用 D.I.S.E.R.後面是不可能用無好的 無好的是中文格式來的 所以在英文上我們需要下 comma用逗好的 至於去到文章的尾部 一樣的 這個位置都是寫錯了的 我猜這個Level 1的同學 他應該是嘗試過記的 即是他可能考之前 可能last minute 就是最後一分鐘試過記的 但最後還是失敗了 還是寸錯了 所以第一件事在格式方面 大家就要記住 要不就用 yours sincerely 要不就落 yours faithfully 至於你說什麼時候落 yours sincerely 什麼時候落 yours faithfully呢 其實很簡單的 Google已經告訴大家了 如果我們落 yours sincerely的話 我們就要know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person 我們就要知道那個人的名字 或者他的 title 他的跡下 但假如如果我們是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 我們就會落 yours faithfully 所以回到題目裡面 我們唯一知道的資訊是什麼呢 我們唯一知道就是 write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PTA 我們只知道要寫封信給主席 但我們知不知道主席的名字是什麼呢 答案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 yours sincerely和 yours faithfully裡面 我們就必須要選 yours faithfully 所以對於底子弱一點的同學來說 尤其是一些你基本上一定寫的生字 譬如這些sincerely、faithfully 其實就一定要儲回這些字 要寫對 因為可能你會說 其實我paper2未必選paper 可能你說我paper2未必選寫信 那怎用要 那可能不用儲存這些字 但是不要忘記 part A其實你是沒得選的 再加上2024新syllabus底下 其實part B你是四選一 所以我們需要選letter的機會率就增加了 再加上listening 其實後面writing的part都一樣 有機會是出letter的 而且有機會率也挺大 第二個位置想跟大家說 是level1同學未必做到的位置 就是他們結尾的句式 是合乎不到formal letter 合乎不到正統的信件 一些格式 譬如大家看到最後 不說其實真的以為是跟朋友聊天 甚至可能是跟一些小朋友 就是背份給你低的人聊天 就變回廣東話就好像 希望你喜歡啦 多謝 就聽起來就一點都不正統 那一些比較正統的句式 就例如這一句 I hope the school will take my opinions into consideration 就是說我希望學校會考慮我的建議 那有人會說 是否加了這一句就可以升級到level 2 那答案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要不同方面的著手 比如我們剛才說的格式 句式 句式你要正統 以及中間內容要make sense 正正因為要improve不同的東西 我們一起看一看多些的例子 究竟應該哪些方面進步 所以就來到第三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就是 但是level 1的同學 通常都不可以準確地形容一些時間上的用語 譬如我們一起看一看我highlight了這一句 那大家看到紅色的部分 on week 很多時候一個common mistake 一個很經常犯的錯誤 就是我們的時間用語 有時候會變成sbo的s subject的位置 而導致這個錯誤的原因 很多時候跟我們的母語廣東話是有關的 如果廣東話直譯 就是在這個星期有五天是上學的 聽起來好像很順暢 但是在英文上面 grimmar是錯了的 所以我們要清楚地記住 時間的用語 很多時候都是對後面 或在前面的sbo的完整句子的補充 它就不是sbo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這句句子改寫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首先我們就當然是把那個時間的字 好像剛才這樣抽出來 during the week 我們就將它放在sbo的最前面 好了 寫完時間用語了 下一步我先去想一想 sbo分別是什麼 如果我們抄回這句 那就當然是不行 因為大家看到have這個位置 已經不是sbo的s 它已經不是一個名詞 我們要做的就是需要完全這樣 rephrase它 譬如我們看到藍色的位置 首先subject就會是v的位置 然後verb就會是have 然後object就會是five school days 我們有五個school days 我們有五個上學的日子 這個就會是一個準確的sbo 一個完整句子 同樣大家看到綠色的位置 如果我們是在做一些年份 同樣的我們要記住 說時間用語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放在最前或最後 它是幫助那個sbo 是幫助那個sbo做個補充 而它就不是sbo的一部分 又是了 如果我們把它直譯做廣東話 很多時候都會中債伏 譬如說2003年的時候很辛苦 廣東話上面好像是對的 但是大家想深一層 其實很辛苦 根本就不是完整句子 我們要特意放一個subject 要放一個主語在前面才可以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目標 是脫離level1 或者是想找level2的話 就記住這三個位置 第一就是格式 第二就是句式 要合乎正式的信件的規格 第三 當大家用時間用語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注意它是對完整句子的補充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是幫到你的話 不妨給我like 或者subscribe我 都會支持我做類似的影片 當然如果大家目標是想 level1升到level2 做這些東西是不夠的 所以要需要其他不同方法 一起improve才行 但無論如何 我接下來都會繼續拍一些 英文知識 英文exam技巧 或者英文新聞 希望和大家一起進步 也希望下一段影片可以見到大家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